也要持续来关心普悠玛事件 10月21号将届满一周年 宜兰地方法院今天首度开庭 三位被告包含了普悠玛的司机员 游郑仲和七位家属 今天上午都来到地院出庭 针对了游郑仲日前开记者会 为自己喊冤提出的五大疑点 宜兰地检署表示相关的事证已经齐全 对于无端的指控 检察官认为有当庭澄清的必要 游郑仲律师则表示 会负起该承担的责任 但没有办法认同检调单位 结果论的推论方式 强调问题的症结点 应该聚焦台铁系统异常的原因 再次出现镜头前 游郑仲情绪平静 言谈中满是自省与沉重 游郑仲日前针对地检署起诉罪状 提出五大质疑 今天开庭针对事发过程进行答辩 执疑个人认之于检察官客观视证不符 并强调市方当下会关掉ATP 是因为主风泵故障 而对于超速质疑 游郑仲律师表示当时的情境下 无法提供游郑仲充足的时间 确认事故原因并且控制速度 但是当时在整个事发过程49分钟当中 他有将近47分钟多的时间 全部都在通话跟呼救 你说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你要他一边讲话 一边修车一边确认车子的速度没有失速 他是人不是神 不管案件他周遭的根源是如何 我想他不可以的事情就是不可以 无论故障的情形再多 他就是不能超速 当时英勇保护女儿的秋妈妈被问到还敢不敢搭火车 到现在他还是心有余悸 10月21号就是普悠玛一周年被告与检方相互攻防 受害家属只希望能尽早真相大白 让事实水落石出 记者李柯燕一栏报道